中外科学家使用中国探月数据,已发表1900余篇论文。 从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,中国科学家发现了月球的第六种新矿物,并命名为嫦娥石。 研究还证明月球在19.6亿年前仍存在沿江活动,使目前已知月球地质寿命延长了11年。 月球样品进入嫦娥时代,极大丰富了人类对月球乃至宇宙的认知。